台中市东区的东风国中虽然成立软市网球队不到一年 但是这一年来参加全国赛事都获得前五名的夹击 前途看好 而上方表示 参赛队员大部分都是国一的学生 要对抗全国二三十队的国二国三年级学生非常不容易 希望之后能和邻近学校合作 让软市网球在东区奠定基础 来自东风国中的软市网球队在网球场上努力练习 他们成军还不到一年 而且队员大部分都是国一生 却敢于和全国其他二三十队的校队相互较劲 而且屡获夹击 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 我们是去全国四处招生 我们包括从彰化的南投的花莲的都有学生过来 那我们都我都是用统一住宿管理的方式 那一般因为其实早期大家对运动员的认知就是认为说 他通道简单四字八达 他不读书什么的 那我的认知是说 功课跟课业上应该是他最基本的 所以说我其实我在带 我虽然带的是球队 但是我品性一定是摆地 这是我相信是每个球队的要求 东风国中会选择软网来做一个运动项目的发展 主要是我们学校本身就有一个东风网球俱乐部 那这个网球俱乐部目前的成员都是我们东风的老师 以及过去退休的老师跟社区人士 那我想说在这样子的氛围下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球上面 获得很好的这样子的培养跟训练 校方表示这一年来参加软式网球全国四大比赛 像是中华杯中正杯等都获得前五名的好成绩 除了网罗各县市优秀的运动员集中住宿管理之外 还有队员彼此间的互助合作 我从彰化社头来的 因为彰化的软网学校比较少 所以国小的教员就建议我来东风软网 大家都玩在一起啊 一起读书一起打球那种感觉很好 我从花园跑过来 也是因为教员他们去花园找我 然后也觉得我的那个什么打球也不错 因为我想要更进步 怎么说 就是说以后想要继续打球成为国手 把握暑假期间从早到晚超过七小时的练习 为日后的比赛做准备 校方指出东区有不少学校都有设置网球场 希望未来透过提宝独招的方式 向上衔接到新大富农 让软式网球在东区打下稳固根基 记者杨宗环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